新北好茶行销系列活动12月5日起一连两个礼拜的周末假日将热闹登场 新北市副市长陈生贤在记者会上 率领了农业、环保以及新闻等三个局处首长 化身为时尚茶农为活动宣传 邀请民众一起到平宁喝好茶、听音乐 以及品尝有在地风味的妈妈喂饭包 新北好茶比赛结果已经出炉 因此新北市政府从12月5日起 一连两个礼拜的周末假日要邀请民众一起到平宁喝好茶 听音乐、品尝妈妈喂饭包 活动记者会上歌手于冠华也特地来到现场 宣传5号将在平宁国中登场的演乐趣音乐会 新北市副市长陈生贤表示 新北好茶强调在地生产 绝无混冲茶品 加上新北市已经连续五届 夺得全国部分发酵茶制茶技术竞赛冠军 因此只要认明新北好茶标章 绝对有保障 我们新北市连续五届 获得全国半发酵茶制茶比赛 五届的冠军 厉害不厉害 所以是一个真功五好茶 另外我们新北市所有茶叶的药茧的评例 也是全台湾最高的 所以新北好茶就是要让大家喝得安心又安全 所以只要挂上新北好茶这样的品牌 就是一个安心的保证 今天的新北好茶主打时尚风 所以包括了农业 环保 新闻三位局长 都与时尚茶农造型为活动代言 这是全国冠军的茶叶 而且最重要点 最重要点是我们新北好茶 安心又安全 请大家有言来我们吃茶 今年开始 我们从12月5号 就把音乐会跟东茶的颁奖典礼 整合在一起 每一年我们就希望让大家好朋友 到平林来享受好山好水 有好音乐 平林妈妈喂 很多平林的妈妈 可以用这些平林的在地的食材 就做出这样子平林妈妈喂的便当 就是这个便当 就是这个平林妈妈喂饭包 今年新推出哦 12月5号首卖 12月5日除了新北好茶颁奖典礼 也乐趣音乐会 将由四分位 回声乐团 余冠华等歌手乐团演出 现场还有限量推出的平林妈妈喂饭包 更有平林特色馆 茶清馆 以及茶席馆 以及茶荣市集 欢迎全国民众一起到平林同乐 记者身边张门齐 新北市采访报道 明天欢迎 Kah